您最近有到日本去玩吗 因为距离台湾境加上饮食习惯比较相似 日本是很多人出国必去的地方 不过日本的观光厅就公布了 2027年访日的外国课调查 发现2027年一整年海外课到日本的消费总额 是达到了1兆1315亿元 与2019年的时候相比增加了9.9% 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的记录 以往个别国家的消费总额来看 冠军就是我们台湾 整年度的消费总额大约来到了新台币的1161亿元 其次是中国 韩国 美国跟香港 以消费目的的细效来看 住宿费占旅行支出的比例最高约34.6% 其次是购物26.4% 餐饮是22.6% 如果跟2019年的数据相比 可以看到旅客在住宿费的消费支出是增加的 购物费用却下降 而台湾人到日本旅游 每一次的平均旅行消费 大约会花到新台币4万元左右 比2019年增加了58.9% 花最多的就是在购物了 平均每人消费额来到6.5万的日元 其次是住宿费5.3万日元 饮食费约4万日元 而根据东基车在一番街的退税数据排行指出 主要客源仍然是台湾 香港 其次才是韩国跟新加坡 可以看出台湾的消费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现在过年快到了 各大的福袋也抢先上市了 上市全年的福袋呢 就这一次推出了福袋 福箱 还有福锅 三种形式 这次祭出了四台的豪华电动车大奖 还有挪威自由行跟来回的日本东京来回机票等等的豪卤 总奖额超过了1400万元 总数超过17万个 再来呢就是加勒福了 加勒福的新年2024福气隆来福袋呢 大年初一上午10点开卖 每袋呢是198元 除了开袋呢 可以集得到总价值超过500元的零食 跟饼干还有饮料罐头之外呢 里面还有呱呱卡一张 有机会冲动价值30万的全台环岛 跳岛住一年 以及罗马或是米兰的双人型大奖 不但是全台限量一万两千份 这回总共端出了总价值280万的旅游玩乐大奖 再来呢就是摩斯汉堡 他们从1月5号开始呢 就推出了航海王主题的黄金点心盒 还有一系列的航海王联名的周边商品 同时呢摩斯再推出了满额抽奖的活动 有机会可以冲到万元的摩斯卡除值金 而且呢也可以抽到日本直送的航海王福袋 即日起呢到摩斯只要单笔消费满230元呢 就可以抽奖 而且呢最大奖有机会冲中万元的除值卡 总共有5名 再来呢就是百货公司的福袋 也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了 全台百货的台中新光三院宣布 推出了双款的福袋预购 包括了龙年的好运福袋跟迎春福箱 每次呢都每份都会有4000元以上的优质商品 而这一回呢大年初一的惊喜还会加码抽 购买福袋福箱就有机会可以获得18K天然的钻戒 还有呢价值18万的运动书棉椅等等 除了年货采买拿优惠台中 新光三院也在推出了团圆聚餐一个年菜的推荐 推出了真赚极品宴的食人套餐 还有呢豪华的海陆组等等 主出严选的丰盛年菜 让许多观众朋友的过年都可以更开心的度过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